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外国人 比如说看外国人跟中国女孩子都总觉得好像丢国人的脸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不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我要是看任何国家的人跟法国女孩在一起 我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要跟法国女孩在一起 他就会觉得好像我也不高兴 我也不高兴 他很实在 应该高兴 如果这女孩漂亮我当然不高兴 其实你这个心态 也说我们其实第一个是本来就是民族情节 自己会有一个比较保护自己的心态 第二个就是你要知道那这一点是对你的嫉妒 因为你把人家的好机会都抢走了 竞争性强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 但不可以接受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为什么挑这个话头呢 是因为最近网上又开骂了 你知道最近网上出来个女的 这个女的呢 某种程度上说应该算受害者 我觉得是吧 就是说他叫石静 现在网上就叫伊莱克斯门 叫什么门呢 就是说他是外企这个公司的经理助理 又说是经理秘书 又说是什么白领 秘书 为什么在网上都成了什么门了呢 因为你先看看这照片 现在你要是搜索百度的话 就这个 这女孩叫石静 再看下一张 这绝对是百的照片 你看石大百度风云榜 现在点击率已经超过比加成了 我跟你说 说起他这事比什么芙蓉姐姐 那就不算什么了 只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 几个月 说一句实话 他比芙蓉姐姐长得好看多了 这法国人的审美观 他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说他某种意义上受害者 现在你在网上可得小心 怎么说 他是什么呢 有个老外 叫把相册存在网上 网上相册 你这有这服务 结果被网友把密码给破译了 里边有这女孩好多裸照 这裸照就是老外拍的 大概是跟老外怎么着过 所以就在房间里拍下裸照 放在自己相册 而且还有别的很多中国女孩子的照片 稀里哗啦都弄到网上去了 所以说他现在点击率极高 因此人们现在就说了 就说你现在在网上 你得小心 你只要连着网 你电脑里的东西都有可能会被人家侵入 你的这些私人秘密都有可能 所以在台湾其实我也看到这个消息 而且我老实说我也点上去 我也有功劳 也算在上面的点击率 我第一个觉得 我说觉得这个女孩的态度 她还蛮开放的 就是说反正既然被打开了 那我也是觉得青春不要留白 另外一点 青春不要留白 青春不要留白 我觉得好看 他说好像我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我也觉得挺好的 对不对 另外一点就是台湾的一个标题下的就是 没事亲密行为 不要拍照 像这种 其实我倒觉得这个重点提示 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的 他就是两个人亲密的时候 就自己拿个相机 没错 然后自己认为自己的网页是百分之百防火的 然后他是没有什么机会给别人 但你知道有很多无聊的人 每天在那搞搞搞搞搞这些 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最近的新事 就是这么多人都在说 有一个人给石敬发来求爱信 在网上哗又火了 但是他这个求爱信 说的非常有意思 说石敬小姐 挤昼夜的风浪 令你像大海中的一夜扁舟 是吧 没心没肺的谩骂 历来是国人的强项 窥探他人的隐私 是中国男人达到高潮的良药 对他表示同情 对对对 但是呢 就是看上他了 就说我向你求爱 不是垂涎你的美色 对吧 更不是你有几分诱人的身材 而是你的眼神 你那个从容淡定 可以给我心灵的安宁 对吧 我不知道我所爱的人的模样 但他出现在我身边 我一定可以认出他 当你的照片泛滥在网络上 我认出了 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虽然你当时没穿衣服 而且说了 就是还幻想 说你看 我们俩结婚以后 可以过平凡人的生活 我们可以把电脑 送给贫困的学生 把电视送给门卫博 不我们与世隔绝 独善其身 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是吧 我可以买菜做饭 你可以铺床蝶背 尤其是他这个信里 还说到外国人 他说 你和洋人发生过什么 我不介意 很多的中国男人 在洋人面前无法勃起 但是我不会的 我大学里练 洋男人面前 洋女 他说我大学里练的是武向全能 在某些方面 我敢跟任何一个男人一决高下 英文水平除外 你和洋人玩过什么SM 我也和护士玩过制服诱惑 在这个世界扑腾过28年的人 没有谁的过去是一尘不染的 就现在就聊这事 朱莉安 你听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 人不服啊 人家 这网友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劝石敬妹妹 可以考虑这个网友 是 不错 这个石敬啊 我觉得其实我记住他的一句话 我觉得比较说的 其实也不能说城府很深吧 但是觉得是有一定的经验吧 就不能说 因为他有一面 对 他有一个是格言吧 说的 他就很简单 精力就是财富 我记得他那么一句话 记得特别清楚 我想就是能写出那么一句话的人 你别说他24、5岁 我觉得就不是说 他绝对是这四年他好像就进那个伊莱克斯公司 就是四年时间 他绝对是见过不少场面 就是说 他就知道 他在社会上办事的过程中啊 他的成功之道就在于经历 在于他见过好多事情 所以我觉得包括被人把裸照放上网 也是财富的经历 我现在说不准 他因为这些网上的 就现在好多人也在猜测 是不是幕后操纵啊 什么很难说 或者是自己放的 或者是什么原因 很难说 但是他可能如果说原来不是这个 原来不是故意的 但是他其实中途踏上这条船 其实他处理的很好 因为我看了他写的一封 他就是 就是你说他写的很大方的一封信 最后他留给大家的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勾引的意思 我个人 勾引的意思 也不一定 就绝对是故意的 就是好像想迷人的样子 他就最后留下 什么话 我忘了 不能分享自己去看 对 就法国人 光是觉得当时给晕了一道 是吧 你的资料有吗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 第一个是危机处理 而且其实也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方式 因为你只能大方的面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还在说 比较怕的是他父母亲的难堪 其他的部分 他自己认为是没有什么 因为当时这个本来就是个人的东西 而且他老实说 他还比较幸运的是 他没有什么太不堪的这些照片 在上面 纯粹是 本身身材不错 他个人 女体的表现 裸体 但你记得以前在台湾的曲美凤事件 光碟 看过吗 我没看过光碟 他马上讲 我没看过 忘了 你想想看 那个情形也等于是被设计的 然后他自己本身在社会上是一个女记者 然后又是一个女议员 然后他自己也有这么 那个时候好像还当新竹的文化局的副局长 类似之类的 他的社会地位是OK的 又干干净的女孩子 当他跟这么多人的床上的照片 在影带光碟出来的时候 他怎么处理 对不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朱丽安 你倒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你看外国人在中国找中国女孩 容易呢 还是有什么酸甜苦辣呢 大部分哪一种女孩子靠近你 我一般是我靠近女孩子 比较多一点 靠近中国女孩 我觉得这是天性 什么是天性 法国人的天性 好像是公性去追母性的比较多 动物世界也是这样 现在时代不同了 我要不是看你年纪小 原来又被人骂 民族尊严何在 没好的事物人人追求 他没法 有什么可分享的呢 这没什么可分享 你的爱情故事 我的爱情故事太多了 没有 我一般这方面比较小心一点 实际上 因为待时间比较长 然后往往觉得在中国 有时候比较极端一点 中国女性往往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累的一点 一个就是说 找一个中国女孩 如果说我要想结婚的话 我得想好 我不是娶一个人 我是娶一个家 这个法国人会算账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这是最累的一点 就是中国好多女性 她会 她总是在考虑 我找到的这个人 是不是我要跟她过一辈子的那个人 所以她整天 她在思考这个问题 如果是的话 她就想 好 我只要不一定 她比较顺其自然 但是中国女性 因为她有家庭的这种背景 家庭的各方面压力 所以她会考虑到的比较多 然后她主要是确定了 一呢 各方面条件也还可以 然后主要是她确定 她心里面 她真是爱你 她真是爱你的话 她就会开始想结婚 而且这是一个比较致命的一个想法 对我来说 因为她这样的话 她总是在想明天 她总是为了目的 最后我要这个目的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所以她忘了享受今天 就没有那个恋爱的过程 对 她没有恋爱过程 因为她要考虑到这个后果 考虑的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累 你像 像对 她法国人就觉得比较累 我们的女的呢 就觉得法国人有点忒不负责任了 忒忒孙子了 不是 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呢 像在巴黎 有那中国女孩啊 跟这个法国男朋友很好啊 都同居了 住在一起嘛 但是这个中国女孩子 心里边有个说不出来的愿望 就你得给我结婚 因为你如果不给我结婚呢 我没法再留在法国了 我得回国了 你给我结婚就可以 否则我天天自己出去找工作 每天早上起来 那法国男朋友就在床上躺着 好像大爷是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说结婚 我们现在不挺好吗 我们现在不挺好吗 他不会 他可能有 外国人他可能有一种概念 是不是就是说 个人的问题 个人自己解决 然后我们是在没有这些基础上 谈我们的爱情 说实在的 确实是一种比较可怕的事情 因为在中国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可能大城市的 像北京上海的女孩子 可能会相对好一点 但越是可能小一点城市的 什么的 他们就更容易 就是家里的影响就更大 然后各方面他想的很多 所以就觉得 你的压力很大 我一想到就是说 你一给我的这种压力 是一种很无形的 然后有时候 他就比如说 这个女孩他不想给你 但是他家里面整天就催着他 或者整天就怎么 比如说你到这你25了 或者27 8了 或者怎么现在还不结婚呢 你到底是怎么样 他会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如果好 你为什么不想跟他结婚呢 不是这个问题 就关键是有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状态 我觉得我活得很潇洒 很自在 那你不考虑 你的女朋友潇洒不潇洒 为什么呢 我这个人吧 不是特别擅长 比如说我不是很擅长攒钱 我一个月挣的钱 其实远远够够 我花每个月 我花钱也不用考虑 然后我 但是因为我外国人 可能我不能在中国贷款 所以我根本就 你想贷款呢 不是 我根本不考虑买房 所以我每个月租房 也没多少钱 然后我一个月活得很 我有一些爱好 其实很昂贵的 我也基本上买得起 没关系 但是呢 一旦我一想到这些 马上我到最后 我得想到 哎呦 他家 你比如说他家里人 可能哪个三叔二大爷 哪天生病了 然后一想 女儿嫁 或者说谁 谁嫁了外国人了 可能他病了 可能得想要钱 说的很实在 非常实在 但是呢 是两个家庭 你不想这些真是不行 你像他说的这个 我觉得台湾还更典型呢 过去我是听谁说 听蔡兰 还是听谁说过 说台湾女的就是 比如说你跟她 比如说发生了个一夜情 过不了几个月啊 抱着孩子找你来了 脱家带口的都是 是不是修院 我觉得那个也是想当年了 现在应该也不会 而且现在的女性 现在有保护措施了 大家都聪明了 但是我觉得现在 其实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男孩子怕 女孩子也怕呀 而且其实跟一个 外国男人交往的时候 其实对中国女孩子 心理来讲 她其实是很 成正的负担 不是说我只想嫁给你啊 因为我也要适应 你的这个 未来的家庭环境 因为中国女孩子 有嫁机随机的 这种心态嘛 我用到你的环境里头 我就要去学习 我可能语言不懂 我可能将来有 总有一天 要跟你这个高老还乡吧 我可能要学习法文啦 然后学习吃法国菜呀 然后要跟你这些 我完全不熟悉的朋友 然后你们可能晚上 吃个饭喝杯酒 要四个小时 我就待不住了 但是你说 我们平常经常听人聊天 其实我没有真的见到过 说实在话 但是听人说好像很多 就是说扛洋枪的 我们叫 就是调洋人的 就感觉好像有那么一些 中国的女孩子 她是非常有目的的 就喜欢贴洋人 喜欢贴老外 你在你的周围朋友当中 你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现象 我见太多了这样的人 他一般是 我有一张也挺喜欢出去玩啊 什么歌 到底有一些酒吧 就专门就是好多 北京有一些酒吧 或者晚上的一些地厅啊 什么的 就有一些 就太多这种 就是比如说外国人爱去的 这些地方 有好多女孩子 他会往上面贴是吗 但是有 他会主动上来跟你搭讪 有 但是一般就是 有时候 像碰到我这样的人比较麻烦 我一说汉语 经常把他们就吓跑了 吓跑了 没错 就喜欢说洋文的 他要 一呢 是很 很纯正 其实我刚 我刚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我也希望跟中国人 讲汉语 包括在国外 我觉得这种心态 并不是 什么崇洋媚外 或者说就是那些不好听的词 很自然 我想学外语 我当然要跟他们说外语 但还有一层 就是碰到我这样的人 比如说在这种夜场所 这种低厅啊 什么 他去主动跟外国人 他其实内心 其实他们所做的这些行为啊 什么 可能在就是传统的概念里面 还是就是不是说一个 良家妇女 还是什么 就不是一个 他们会觉得内心有这种压力 不是一个正常女孩做的 所以他实际上 他觉得我一说特别流利汉语 好像就把他看穿了 反倒觉得可能 他我觉得他内心有这种心理 那种有点负罪感 或者说还是一点什么 对 因为他要跟外国人在一起 就完全不是那种不懂汉语的人 他会知道这个人 他再怎么表现 那个人对他不会有任何看法 但你想一个正常的中国男人 可能他要看这样的女性 其实我没觉得怎么样 但可能好多中国男人 看这样的女性 他就会觉得这个女人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所以听你说中国话 都是一条道上的 但是我老实说 其实是国情的不同 如果说你说你在这个中国这个地方 一个老外跟一个东方的这个姑娘 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就会觉得 这老外可能有点花心 或者这个妹妹有点媚外什么 但你如果在美国那个环境 或在法国那个环境 你娶了一个东方女孩 我看到的很多案子 我觉得他们对东方女孩子好得不得了 是 这不可否认的一点 就是在文化上 东方是神秘的 而且有好多细节上 比如说我经常在外面就看到 比如说有 在可能有一个女性 她拿着一个很重的箱子 其实在中国就很多时候 就那么多男人在旁边 她不一定有意识去帮忙 或者让她先过 但是这个在西方社会 她对女性 她特别的尊重 她这是有这种传统 我跟你说 这真是两个不同 你看在日本反倒相反 可能女人要先让男人 她就那种男的女背 就是我发现 法国男人 他比较能让女人得到一时的快乐 一时 我觉得真羡慕 中国男人 比如说 好像有个法国男朋友 每天都会给你买点小礼物 下了班 每天都会给你买个小礼物 这就是还有什么 就是往往在中国 其实女性和男性都有这个问题 她一旦觉得是自己的 她觉得不用努力了 对 但是中国男人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说 那玩意儿我不屑于干 但是我为你一辈子 我们白头到老 我管你一辈子 对 我两肋插刀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但是中国男人是另一路 对 但是我觉得中国的男女性有一个共同点 往往她觉得就是既然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所有丑陋的一面 我都可以让你看 我们已经是一家人 但是就是在我们那就比较在乎 可能这样过着比较累一点 但是呢 反过来会觉得一辈子需要去吸引对方 因为随时觉得其实离婚很容易 分手很容易 在中国觉得分手不容易 现在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呢 原来传统当中觉得 其实分手哪那么容易 有 你想谁想离婚了 街坊老大妈都来劝 就整个家就说 丢人了 他就是单位的什么领导 被这个街坊老大妈 加上这个家人拖着 说你一定要说 你一定要说他 这个这个去劝劝他 什么到最后 把人家搞的就是 算了算了 就那样了 他真是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我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但是据我所知啊 确实有一些老外 以玩弄女性为乐 当然这怎么说呢 就好像说西门色鬼 哪个国家都有 对吧 你比如说像在北京 有些酒吧 我发现那女孩们都认识 人家日本很多买春团 五六十岁 他就整天在那调女孩 天天在那 其实他就是 你就说他就是在玩嘛 或者就是说 每天换一个 今天跟这个秀秀蜜 明天跟那个套套词 我发现有些外国人 每天晚上都干这个事 你知道吧 所以有人把你当成这种人 对不对 这些事就不说了 的确是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些人没有安全感 他到底来这里干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 你在东方 这是一种 就不用觉得是 好像谁欺负谁了 我觉得是一种 非常明摆的交易 觉得其实 一个月打一个月 我就不能说 你要接受跟我怎么样怎么样了 那就说明你接受了 不是说我欺负你了 我又没有 我又没有强奸谁 或者怎么样 就是说的 说白了点 对 所以这种事情 我觉得万万没有必要 这个确实是不同 你比如说 像我们一帮朋友 有男有女的 假如说去香港的一个酒吧 我就发现老外 他就是 他到酒吧 他可能就一个人去的 他就是去认识陌生的女孩 而且他很勇敢的 很勇敢 甚至跑来跟我们这儿 这个男朋友的女朋友 去下场跳舞 咱搭两句 你知道这要在中国就打起来了 这不是这要在内地的话 这很容易就打架了 但是外国人觉得这个 很自然 但实际上中国 中国我觉得这个民族啊 是一个很爱和平的民族 那当然 所以是 相对来说打架的少一点 你要去南美 你有时候就是看一个女孩 你多看几眼 你没注意他男朋友在那儿 其实你也没怎么样 他男朋友就来 就给你一拳 在这个有些地方 就是因为南美人啊 或者是 对南美人可能就比较 特别容易吃醋 绝对 墨西哥 我在墨西哥主持过节目 他找了当地的一个女主持人 因为他说的他的语言嘛 我不懂嘛 然后怎么知道 我说完了到他说呢 他们就让我们约 就说你说完了 你就亲他一下 他说完了 你就亲他一下 我就知道该说话了 结果那一个小时 我们亲来得有一百多回 后来我知 他下边 下边有个男子 是他男朋友 我开始以为 我说男子 墨西哥人那么开放 人家无所谓 我就眼瞅着他男朋友的脸色 就逐渐越变越铁青 越变越铁青 然后到现在痕迹还在这儿 真是有意思 刚刚还没讲到 老外看东方女生的审美观 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以前记得 我的有一些朋友 他们在美国的时候 他们只要有一个特色 他就是单凤眼 直头发 后面排队的老外就很多 单眼皮吗 有时候其实物以稀为贵 你要说我们那双眼皮多 你看得不新鲜